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看肥坤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 最後按鈴鐺 非常多謝 今天是5月9日 星期四 肥坤來到外港碼頭 人稱港澳碼頭 今天出來八八 現在的客運應該是 從以前差距離 坐船家 即是坐船過來 我們玩的那些 比起以前 即是 一半多些 沒有以前那麼多 即是現在的船都少了 以前又有Jet Ford 又有水翼 又有雙體 現在都好像沒什麼選擇 進來碼頭都是很靜 不是很多人 上面應該的餐飲都開了 算是熱鬧 我們看看的士站 還有一條人龍 的士也少一些 對面 現在做了發財車的車站 很多香港過來的朋友 都在這裡坐 坐車去 免費車去酒店 或者去娛樂場 那 講起 馬頭去香港 那 澳門人那個年代 叫去香港 是怎麼叫的呢 老一輩的人 應該叫去貴姿 等於 香港人過來澳門 過大海 過來梳打浮 或者咸蝦浮 或者咸蝦浮 想起以前 在這裡吹水 在七十年代 肥君還是年輕的時候 20歲多一點 出口 那時候很流行喇叭褲 扎腳 襲衫 固著腰 大領 長頭髮 那個年代 每個年輕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去香港 拿 叫做 旅遊證 一張紙 到時到後 就要去香港換證 即是到期 你要去香港 柯督廟 或者喝杯咖啡 這樣就回頭 我記得 在七十年代 中期 那 年輕人 去香港 可能入夜 碰巧 又薄 那時候 他叫做 那時候 過來看身份證 雙手 拍在牆上 抹大大腿 手 完身 沒事了 你走得了 哪裡來的 我說 澳門 我說 墨膠仔 過來 跪姿做什麼 當時 問起 跪姿都不知道 叫什麼 過來玩 那年代 很多人都記住 香字 香 即是說 玩完 所以 肉桂 肉桂 肉桂也是一個香料 簡稱香字 所以很多人都叫自己 香港人 叫自己為 貴姿仔 澳門 馬膠仔 沿著地名 那樣叫 說回 很多都有字頭 廣州 當年 出名 大圈 一提起廣州 就叫人 大圈仔 為什麼會有大圈呢 因為廣州 以廣州 外和一個圈 圈著廣州 形成一個圈 所以人 叫廣州仔 就叫做大圈仔 農村 那些怎麼叫 豬三角的 抓之七 抓七 就是抓草頭 好 後期 報仙電視 有網中人 是不是 阿燦 那就代表了 還有 還有 應該是 有些社團 當年民國初期 那些社團 都是屬於 鴻門的 一派 一支支流 很多分堂 很多人都搞不清 自己是哪個堂 有老叔 背告訴我 廣州民國初期 有一條街 複字 複字 不知道是什麼街 門牌是14號 那當時的人呢 簡稱是14號 跳四 都是老人家這樣說 我就是這樣聽回來 那便留下留下留下 都留下留下 都這樣叫法 全都是老人家 今天又來到浴人碼頭 八八八八 很多旅遊車司機 導遊都會放下 旅行團 在浴人碼頭 一個小時 放下 拍照 打卡 我想 吃東西方面 都不會怎麼光顧 這裡有好幾間酒樓 有泰國餐 有广东菜 走过去看看 我想都不会怎么吃的了 分分钟带来 饭盒或者面包进来 兜个圈 又学习做游客 周围白白 仍然都是很漂亮 但是旺了很多 见到人头 就见不到人消费 应该 如果出来消费 就应该挺好的 很多都是 坐下 休息一下 拍摄一下照片 有些店铺是开晚上的 今天出来快闪了 很多旅行团 全部都是大妈 我们出去海边走一圈 这里有一家庭 以前是关前街口 街边当 打边炉 吃羊腩 现在就搬出来 都叫做很久了 晚上就要预备 坐满了 这儿挺好的风景 强旗都有室内有室外 这里隔离左翼还有很多餐厅 今天很风 叫做不要出来很久了 转个圈 餐厅也很少人坐 树下也有人坐在这里叫食物 正午时份 都要开餐的 食中 今天出来愚人码头摆一摆 看一看人潮 看一看旅行团 本地人就没有了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这里打卡 旅游车放下 等他在这里玩一个小时 今天几好天 阳光普照 南天白云 今天在这里吹一下水 以前澳门叫做梭打浮 大家都知道 梭打浮 梭打洗衣服很干净 清洁用品之一 香港朋友过来澳门 去到葡京洗袋 很干净 人清用了梭打 要梭打浮 我记得当年 我记得当年 输了钱 船飞都没有 可以去旅游拿一张免费飞 可以坐船回香港 现在应该没有这些歌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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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歌唱的 娱友类同 实际巧合 今天在这里吹水 我们在余人码头 整了个圈 都有朋友在这里拍婚纱 現在還擁有腦袋 近期多了很多腦袋 到時到後 都要有旅遊巴來接她 吃個雪糕就當光顧 快閃 出回來了 我們去吃中午飯 出來的魚人碼頭就很安靜 吃完飯再回家 今天坐下來 也是在那裏 點了一杯咖啡 接著點了一個摩羅雞飯 沒有骨的 應該叫做雞扒飯 醬汁甜一點 也挺脆的 下樓四十元 可以說抵食 加上一杯咖啡 即和咖啡 看下集中 我們來做一個摩羅雞 要看看 吃了一口